HELLO 大家好 今日我会利用多功能窩夫机 做一份吞拿鱼芝士飞碟 我之前在面包店看到有飞碟买 但价钱现在真的很贵 于是我就得起心肝 自己买一部厨房神器打算自己做 那不如我就用我以前买下的烤盘 和大家示范做一份飞碟 这就是今天的材料 包括一罐盐浸吞拿鱼 放包 芝士片 牛油 和鱷色沙律醬 平时在超级市场看到这些罐装吞拿鱼 主要都是分开盐浸和油浸两种 为了健康 我多数都是买盐浸 我首先打开吞拿鱼的罐头 用个网格走吞拿鱼的盐水 为了令到焗完的飞碟可以干身一点 所以我就用力尽量把吞拿鱼里面的盐水压出来 压下压下都压到不少盐水出来 我将碗里面的盐水倒入 然后就开始製作以一个吞拿鱼餡料 方法很简单 我放我最喜欢的日式沙律醬 份量真的是随意 再将沙律醬和吞拿鱼拌均匀就搞定 上班的日子我很喜欢带飞碟做早餐 我自己觉得飞碟的三条边压实了 觉得应该没那么容易变坏 所以我多数就是之前那晚整定 然后我回到冰箱 第二天就带上班吃了 馅料都拌得七七八八了 我正式开始准备这个飞碟 我这里有四块白面包 可以做到四件三角形的飞碟 我首先将其中两块白面包上面铺了一块芝士 然后另外两块白面包 就塗上我最喜欢的雪印牛油 我喜欢雪印牛油很软熟的感觉 所以很轻易就可以塗满另外两块面包 因为刚才那些吞拿鱼和沙拉酱都大一点濕 所以我在吞拿鱼馅料的两边 一边是芝士一边是牛油 令到面包尽量可以保持到干身 终于到飞碟烤盘出场 大家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影片 如何放上下烤盘很容易的 之后就盖上盖 调校到大约5分钟的位置开始预热 现在上面的灯是关掉了 当你看到它转为绿色的话 即是代表预热完成 这几分钟最适宜就是 将吞拿鱼馅料放上面包 为了方便预计份量 我先将馅料分为四等份 因为飞碟是呈三角形 所以我们放馅料的时候 可以幻想着有个烤盘在底下 放的时候就跟着烤盘的三角形去摆 想起上个月 知道多功能窩夫机出新款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既兴奋又紧张 兴奋当然是因为 有我今次最喜欢的樱花式 和又有时间制功能 紧张方面 当然就是怕 之前买了烤盘 新机用不了 不过最后都很开心 原来我以前买的烤盘 全部都可以在新机上用 这个时候上面绿灯就亮 代表预热完成 我依次序 首先将放满吞拿鱼馅料的面包 放在烤盘上面 之后就放一块邪恶的芝士 再加一块白面包 两面都是这样做 其实自己做飞碟真的很开心 喜欢加什么馅料都可以 如果到你们做 你们会用什么馅料呢 在留言告诉我 确定两块方包上下对齐之后 就可以盖上盖 压实它 我会烤4分钟 这一部新款的多功能窩夫机 有内置的时间制 真的很方便 我听到叮声 飞碟出路了 我现在先把它放上碟 再给近镜大家看看 这个就是敲了4分钟的飞碟 如果大家想再金黄色 可以敲久一点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就喜欢吃4分钟的口感 我沿着中间的线展开 四件漂亮的飞碟面細了 飞碟的三条边压实了 令我吃吞拿鱼这些较碎的馅料很方便 那些馅料被我飞碟包住 可以方便我吃的时候 也不会跌到周围 我切开给大家看看里面是怎样 哇 好正啊 有半溶的芝士 又混沙律酱的吞拿鱼 这三样东西配在一起 简直很完美 大家真的要试一下 这些我不留明天了 趁热吃先 最后多谢大家收看这段影片 最近我改了一个全新的频道名 希望大家喜欢 另外 我有一个IG 收录了很多日常生活的点滴 和一个Facebook的专页 和大家交流主食的心得 大家有兴趣的话 欢迎订阅 好的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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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回到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